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还有北架二号线被炸了这个事 我想聊一聊我对这件事情的宏观看法 好啊 你说宏观看法 其实我们大陆人一直就有个疑惑 就是说实际上这次俄乌战争最不利的 其实最不利最惨的其实就是欧洲 欧洲就是什么最惨的 谁都能看得出来 这个资金也跑了 是工业也跑了 然后自己的人民遭受这么大的就是成本上升 包括未来整个欧洲的局势也变得非常的动荡 是 实际上我们一直就不理解为什么发生了这种情况 那后来直到前段时间我看的国内有一个 是 范官方的一个播主吧 他说了一个问题 我突然意识到他说的就是真的啊 欧洲现在的实际的掌权人 他他妈不是欧洲人啊 他是美国人 欧洲实际掌权人是美国人怎么说 就是欧洲现有的一些政治家 但是不是全部一些政治家 而且除了德法两国以外的 其他国家政治家 小的欧洲国家政治家 都是美国人 他们都是美国人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只要是美国说的话 明显的战队美国 而且无视自己本国人民的利益 特别是以波罗的海三国 还有东欧的一些国家 以靠近俄斯方向的 还有一些跟德法两国 在争夺欧洲权力的一些国家的 他们的领导人 根本他妈就不是自己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就是 他们的领导人就是美国人 包括他们的资产 包括他们的公司 包括他们的家人 这国家死不死活不活 跟他们一点关于没有 这个战争打到今天这个局面 北溪二号线一段断掉 我可以这么说 美国人又下了特别臭的一步棋 他这是什么 他最终会把自己 彻底吊死在 人类历史的耻辱度上 怎么说 是这样 实际上他一直没留意 实际上 我们习总一直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百年未有这大变局 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之前以为说的是东升西落 知道吗 就是中国起来了 西方降落下去 我以前以为是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就经过这么长时间 我观察还不是这么 不是简单的东升西落的问题 而是一个人类民族的自觉性 彻底自觉性的一个崛起时代 人类民族自觉觉醒 对 民族自觉的一个崛起时代 就是二战结束以后 实际上人类社会是分两个大的阵营 就是美国的西方阵营 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阵营 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 对吧 苏联死了之后 以苏联为主导社会主义阵营 解体的 不要说人家死了 对 好了 解体差不多了 解体了之后 苏联的不就死了 对吧 他导致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严重受损 对吧 那也导致了一个最重大的问题 美国的敌人没有了 他的意识形态的敌人没有了 对吧 那以美国一开始是以意识形态建国的情况下 就是以意识形态 以别的国家为敌的形象 他最主要敌人没有之后 他现在变成了种族 他一种族 他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了 你一旦以种族方式 你看针对俄罗斯 那俄罗斯他现在说白 他也是民主国家 他也是选举 对不对 你说是集权也好 你或者说帝国也好 他自己的朋友也有大量集权和帝国主义 对不对 所以在意识形态上 美国就已经垮掉了 他所建立的那套意识形态已经垮掉了 你光意识形态去打击敌人 这套逻辑你不成立了 那你最终只能创造一个隐性的种族主义 就是说白了 其实特朗普就把这套獠牙就彻底浪 就是彻底亮出来了 就是种族主义 你必须 你想团结整个欧洲 你只能靠种族主义 因为他们都是白人 对不对 你可以看看现在的昂萨 这个五眼联盟 他不就是都是昂萨民族 但是现在问题 他跟民主党之间来回这么对冲之后 是种族不种族 是意识形态不意识形态 最终出现这么一个效果 就是他们觉得 现在就是稳住美国 的利益 那么就是抛弃整个欧洲的利益 我告诉你 这样战争打到今年冬天的时候 不是俄罗斯会解体 因为俄罗斯再敢 再怎么不敌 动不死人 再怎么不敌 俄罗斯是动不死人 恶不死人 欧洲啊 老百姓 挣的少点 知道吧 享受的可能没有那么多了 说实话也未必少了 因为他跟我们中国是 可以用石油 换我们地方的物资的 对不对 那我跟你说 欧洲老百姓 真的是要叫苦连天 真的是要叫 在这个情况下 有多少欧洲人 能够忍得住 这个 我觉得今天冬天 一过去 当然这个就有点夸张 但是这是我 现在我有这种预感 欧洲的某些领导人 可能会被掉路灯 是哦 好 就是他妈他完全无视 自己本国的利益 一直舔美 舔舔舔舔美舔到疯的时候 他老百姓被冻死 饿死的时候 我看这些老百姓 还在不在乎这个意识形态 对不对 他们自己经济崩溃的时候 晚上连饱饭都没有 冬天连个暖气都没有 很多人说 一屋卖给他电视台 电视台也用电的 电用什么发 德国全是天然气 原来的机组都是天然气机组 你用什么发电 你压到这个情况下 老百姓是不是就上街造反了 哪一个 而且他是冬天的 他不像夏天 夏天没钱 你光屁股在外面冻一凶你死不了 你冬天呢 对不对 家里的媳妇孩子没有暖气的时候冻的要死了 对 我就看欧洲领导人能不能扛得过冬天 如果他扛不住 就算他扛下来了 明年的年初春天就会出现 这个叫我管的叫什么 西方的这个颜色革命 这个颜色革命 不以意识形态为颜色革命 而以种族自觉为颜色革命 他们会充分的意识到 自己的民族的重要性 而不能再继续依靠美国 所以为什么这次德国 法国总统上台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要成为法国人的总统 那他妈是一句废话 在咱们看来是一句废话 但是这句话对于法国人自己听来 是非常的有威力的 就是我们终于要选出一个 我们法国人自己的总统了 未来的德国他也是这种情况 德法两国在这个东西会率先交枪 否则就有背来道路等等威胁 紧接着欧洲这些国家 肯定就会民族自觉 就搞清楚了 意识形态 不是面包 不是暖气 也不是电 知道吗 只有他民族能够自觉了 直到自己现在 一直在被美国压榨着 一直在被别的国民族 骑在头上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醒了 我觉得这个冬天就非常重要 也就是我所 这个我就觉得是我们国家 所谓的百年未有着大变局的起点 这个情况 实际上 而且是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 我们可以看到韩国总统是什么呀 以前的韩国总统 就算是再硬气的 也不敢说对美国说个不 现在这个总统厉害了 又不见佩洛西 又骂拜登是狗歹吧 上任第一天 自己的青瓦台不住 我他妈住国防部 明白吗 住国防部什么意思 他好像觉得青瓦台风水不好了 哦 好了 喂 你人呢 喂 下午一天 喂 今天吗 回来了回来了 那你继续讲 美国实际上掌握着韩国的军事 对吧 对吧 那么 一个韩国总统 住的国防部是什么意思 那是不是有一天 美国不行的时候 他直接在国防部军变拿回他的军事力量 哦 包括 包括现在的日本 搞什么 在修宪 对不对 公然挑战二战以后的这个 二战以后给他立的这个 不得建立军队的宪法 是是是 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中国威胁大 还是对美国威胁大 哦 OK OK 我懂你意思 你一个 你一个美国的安息多户府 要自己有军权了 所以嘛 所以在全球范围内 我看到的是美国这些盟友 也好 就以前传统的盟友也好 以前的势力范围 都是在逐步解体的过程 而这次俄乌战争 要加速这个过程 哦 好 然后经过这一次以后啊 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 就是一超多强 嗯 没有 美国这次会吃彻底 彻底会吃个哑不亏 哦 是他现在的美元特别的值钱 你美元都回去了 就他妈你美国有美元了 那你美元还值钱吗 哦 OK 美元现在一直在什么风涨 对不对 一直在风涨 好 你资本家都把钱都存到美国去了 对不对 嗯 是吧 然后你美元都风涨 然后美元还都他妈回去了 嗯 那你就一直涨嘛 嗯 对不对 嗯 这些什么 啊 咱们自己窝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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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窝吗 嗯 都自己窝里乐了 是 但是这个钱 到时候能不能出的来呀 嗯 你要想 你的钱是回得了美国 你到时候能不能还 还能不能出的来 嗯 这就是个非常重要的 嗯 好 嗯 所以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 接下来半年我们会看到 应该就看到 看到很精彩的一些画面 嗯 好 OK 我们等着看吧 好 这就是我看法 好 谢谢 谢谢狼哥 谢谢狼哥你的分享 OK OK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